美国西部山火持续蔓延 数万人被迫撤离 连日来美国西部地区山火持续蔓延 特别是加州 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等 遭遇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山火 截至当地时间9月15日 美国西部仍有上百处的山火正在燃烧 已造成至少36人死亡 数十人下落不明 数千栋建筑被烧毁 以及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撤离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官员表示 大规模山火使得320多万英亩的土地被大火吞噬 大约是去年同期全州火灾面积的26倍 约150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行动 俄勒冈州的州长布朗则说 该州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万英亩 至少4万人被疏散 当地政府已向联邦政府以及其他州提出援助请求 由于山火持续不断 美国西部的空气污染严重 加州最大城市洛杉矶烟雾弥漫 旧金山大湾区也被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 天空一度呈现橘红色 车辆 房屋以及庭院到处布满灰烬 目前 烟雾正向美国东岸移动 纽约 波士顿等地方都已经出现雾霾天气 创纪录的山火灾害引发美国各界讨论 一些人士认为 气候变化是山火频发的主要原因 当地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近年来越发明显 森林中的树木缺乏水分 一旦发生火灾 极易蔓延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创纪录的山火和高温 要求人们必须加紧行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 政府对森林管理不善也是山火频发的一大原因 以加州为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大规模森林砍发 破坏了当地由多种树林所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 重新种植的树种相对单一 起不到延缓火灾蔓延的效果 另外 美国专业林业管理人员近十多年来相对短缺 很多从业者互拎防火经验不足 分析认为 往年10月11月才是美国真正的山火季节 未来几个月 美国西部仍然面临严峻的考验 山火造成的损失可能会继续扩大